警民为民服务的内容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御理官营所特别接获了 潘迅农民报案他饲养的四头水牛 挣脱绳索走失了 找了一整天还找不到这些牛 只好请警方来帮帮忙 警方失花了三天三夜 终于是在秀古兰溪的河床 找到这失踪的四头牛 潘迅农民看到水牛回来了 才破涕微笑 在管区热心的协助下 不见四天的水牛全数平安找回来 也保住了潘迅四组十多万元的牛之财产 失而复得让他开心得不得了 一只大牛五万啊 对啊 啊小牛呢 小牛那时候两万三 哦 所以这样 好这样要找到 不然你要将近算五万块两万三 要将近损失十五万 对啊 御理政官宁派出所三天前 接获了潘迅四组报案 他饲养的四头水牛 挣脱了绳索走失 遭了一整天 却都没有斩获 只好向警方求助 官邻派出所远警 刘正德 除了安抚潘迅四组的情绪 也前往牛之走势的地点 依现场注尸马迹搜寻 终于黄天不复苦心人 在秀古兰西河床 发现了牛之的踪影 立即通知潘迅四组 到场确认临回 因为水牛是 它收入的来源 又担心牛之跑到马路 影响到路人 以及车辆安全 在无计可视之下 才来拍所 向拍所 请求协助 近期内 因牛只为绑好乱窜 而导致车祸意外发生的情况 是实有所闻 因此官邻所也不敢大意 警方花了三天三夜 不眠不休 努力的搜寻 最后四只水牛 全树找回安然无恙 也保障了农民的财产 借着石玉兰 玉理采访报道